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为决断瞬间国管行动 影响不确定的年代 对台湾提出了国际化发展 健保永续经营 留住与培育人才和能源安全等四大建议 中华民国台湾应积极朝国际化发展 目前我们台湾汽车排碳量与零件审验金融服务 化妆品及官物与物流程序等 尚未采用国际标准 台湾应采认以获国际接受的检验标准 避免重复检验及其他的贸易及商业的技术障碍 能源安全部分 欧洲商会建议台湾应该提高能源的使用政策 与增加再生能源的比重 并对核能政策提出明确的说明 两岸领导人即将在明日于新加坡会晤 这一次的会面不会签订任何协议 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却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此次会面也象征着国民党在处理两岸的关系上是比较可靠的 保持两岸的和平才是对于中华民国最有利的 本席感谢新加坡政府同意这一个睿智的安排 同时也不希望外界再说什么黑箱作业 外交与国防在某种程度 某种阶段都需要秘密地进行 因为要考虑到双方的立场 之后才能公开透明并接受国会和全民的监督 国际媒体和国内的民调都反映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大多持正面肯定的态度 民进党不要只会批评别人黑箱 蔡英文其实自己也想做一样的事情 来一个菜席会 并且会说那是一个突破 但是别人做就是卖台 另外亲民党的宋主席 平常讲到平常讲话 我们都没在听 但是他这一次讲了一句很好的话 我认为可以作为这一次 马席会种种不同意见的一个总结 他说此次马总统与习主席 能与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 是有助于稳定东亚目前动荡的局势 亦可进一步化解两岸长期对立的政治形态 这是两岸突破性的一步 我认为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因为马席会确实能够为两岸带来和平 也相信对台湾人民有利 以上 请李委员同好发言 主席 诸位同仁 明天就是马总统与大陆领导人 这一期优先的线 写在来和平 这么多宣布